全集後集星 別再說是誰的錯 讓一切成灰 除非放下心中的負累 與其難以挽回 你總愛讓往事跟隨 爬過去白費 你總以為要體會人生 就要多愛機會 與其讓你在我懷中枯萎 寧願你犯錯後悔 讓你飛上夢中的世界 留我獨自傷悲 與其讓你在我愛中憔悴 寧願你受傷流淚 莫非要你嘗盡了苦悲 才懂真心可貴 與其讓你在我懷中枯萎 與其讓你在我懷中枯萎 寧願你犯錯後悔 讓你飛上夢中的世界 留我獨自傷悲 留我獨自傷悲 與其讓你在我愛中憔悴 寧願你受傷流淚 莫非要你嘗盡了苦悲 才懂真心可貴 莫非要你嘗盡了苦悲 才懂真心可貴 寧願你嘗盡了苦悲 謝謝 謝謝 掌聲鼓勵歡迎周明錡 哇 像公主一樣 太美了 哇塞 歡迎今天你是回娘家 可是身分不太一樣耶 之前是選手 現在是歌手 這是第一屆同學 第一位出片的掌聲 給他恭喜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後面的監視 MV都已經拍好了 真的 我們導播很用心 阿Ben我都發片了 MV怎麼也沒拍好 MV也拍好了 而且還裸背之類的 有很多話題 那你來分享一下 今天再次戰勝這個舞台的心情 好不好 其實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覺得最真心的話 就是我的起點就是金曲超級星 然後從開播到現在 是金曲超級星給了我這個機會 然後還有金曲超級星的所有觀眾朋友們 給了我很多鼓勵跟支持 所以到今天我才能夠發片 所以我真的相信 只要努力的話 Nothing is impossible 太棒了 謝謝你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 來掌聲再給明景加油 謝謝大家 請大家支持他的EP 謝謝 好的 當然最大的差別 就是不需要聽老師講評 你唱完就唱完了 而且上一屆 不用看真數了 而且上一屆我沒有來到總冠軍賽 今天竟然可以在這裡唱歌 真的 歡迎你 歡迎你 好的 不過真的 輕鬆之後緊張的氣氛就要到來 第二階段的冠軍賽 到底誰可以爭奪冠軍的寶座 先看一下評分的規則 第二階段 金曲五強冠軍爭奪賽 五位專業評審老師 將佔總成績百分之七十 現場五十位觀眾評審團亮燈數 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而金曲五強觀眾簡訊投票 得票率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總分最高分 將成為第二屆金曲超級新的冠軍 第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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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誕生了就是鄧廣福 加油加油 那接下來呢 五強的爭冠賽馬上要開始了 是的 那在這邊呢 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簡訊投票 好不好 佔冠軍賽的百分之十五 所以趕快替你呢 支持的藝人趕快投票 你可以溫柔一點嗎 簡訊投票 好不好 像誰敢投 要趕快激動一點 要激動一點 簡訊記得傳送到55987 支持你想要支持的藝人 趕快拿進你的手機 我們的截止時間是第五強唱完 最後一首歌曲的時間 就馬上截止了 接下來要為大家報告一下 在第二階段分數的算法同時 我們現場看到有五個透明的箱子 第二階段的分數是這樣子 待會主審分數一打完 會有一份送到我們的樓上副空計分處 一份就會有我們的超級妹 那麼將我們的分數放在透明的箱子 那麼如果有任何爭議的話 當然我們的律師 鍾炳先律師會在現場 再次給律師掌聲鼓勵一下 辛苦了 辛苦了 好的 是的 我們待會這個分數一份會去計分 一份會在現場透明箱子 全場觀眾都可以見證 那現在我們就歡送一下律師 請到我們的副空室準備一下 謝謝律師 謝謝 各位朋友 電視機前的朋友 現場啦啦的朋友 希望你們繼續為你們的親友團加油 讓我們聽一下你們的聲音啊 喜恩的親友團 小鹿的親友團 高雷亞的親友團 劉洛淳的親友團 槍薄的親友團 OK 第一位要登場的太...